老字号月子中心经常倒闭 发生在7号一大早 包含在脸书的社团还有通讯软体 就陆陆续续流传了这样的消息 新竹这间知名的老字号月子中心要倒闭 很多妈妈讨论担心说这个定金都交了 会不会拿不回来 纷纷po网寻求来协助等等 对此业者表示公司决定把月子中心转型 目前是正在跟其他的业者洽谈合作 但是别担心这个营运是一切正常的 2018台湾国际工具机展1.5天在台中举办 参展的国内外厂商多达720家 总共4300个摊位 规模在创历史新高 行政运长赖清德还有台中市长林佳龙 共同出席开幕 那么与宇诺政院要支持 把台中市打造成为全球智慧机械之都 九合一大选倒数了新北市的选情相当的紧绷 那么有鉴于上一届的选战 中和区有候选人买票被判刑 在周三这一天 民进党中和区议员候选人张维茜 他就邀请了里长候选人们一起到选区的符合宫 对着神明宣誓要组成一个反会选 抓鬼大队 誓言要杜绝奥勃 端正选举风起 面对机器人时代来临最新推出的科普节目 科技台湾大未来 运用时下最夯的直播方式 能透过三名年轻艺人深入浅出的叙述 把看似复杂的科技原理 转换成轻松易懂的科技新知 看好台湾智能汽车市场 有知名的汽车品牌 继上个月13号在台湾预售得到了热烈回响之后 7号宣布智能跑旅即将以优惠价格现身了 好看好台湾人喜欢呼朋饮盼去快炒店 桌上常常少不了这个清凉饮品 这是美国的啤酒品牌 就推出了新饮品 是单一麦芽啤酒 好真的是半路杀出陈咬金 我们先寻寻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带您前往台 台东奇渔既在11月份正式开跑了 那么其中最有看头的就是标骑鱼比赛 只是今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就是有一艘渔船它在钓鱼的时候 竟然半路杀出陈咬金 真的是一只鲨鱼 它突然出现咬走了它的鱼肉 插了20公斤 它也因此从本来的冠军变成亚军 根据国舰署的调查 全国有高达4成5的轻壮人口 也就是25到39岁的人士 因为长期忽略了口腔问题 导致掉牙危机 好 现在天气马上就要越来越凉了 我们带来看看这个南投山林星 最近园区风红大转色 艳丽似火令人目不暇击 好 另外还种植了罕见的活化石水山 翠绿的树叶也已经转成金黄色了 好 整个山林星包含燕红 还有金黄交织的秋色 也让慕名前往的游客好陶醉 直呼啊 这个赏风 其实也不用到日本去了 感谢您加入这节午夜新闻 我是刘芳慈 讯文最后我们带您来关心 英国跟法国举办